嗨,今天要和大家玩的就是1975年星空旗羽記企業號Payset 七幾年的時候,星空旗羽記這個片集很受歡迎 今天這個玩具就是星空旗羽記企業號裡面的指揮室 打開之後,大家會看到盒子和包裝是玩具 也就是說這個紙盒是指揮室的地板 而當年的廣告其實就是主打時光機的部分 作為一套Payset 它是有跟一些塑膠的配件 包括隊長的椅子和控制台 以及一些畫面的卡紙 而當年這套Payset在電視廣告上 主打就是這個時光機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時光機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轉的 而是靠這個轉的轉 就讓它有一個瞬間轉移 將這個圖片消失的效果 而本身呢 這套Payset 其實就是給了一些8吋的圖片 來玩的 本身就沒有帶一些圖片 在套裝裡面 那麼這個時光機其實是怎樣玩的呢 其實就是靠這個藍色的把手 可以轉動這個時光機的裏面 然後呢 就靠你按這個綠色或紅色去停 而是等到它有機會轉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這個figure消失了 就這樣吧 既然我們有時光機了 當然可以令到卻黑隊長 見回2009年的閃樸 這套Payset 其實就是配一些8吋的figure 來玩的 那麼當年出的那些8吋figure 就是用一些真的布來做的衣服的 那麼我就沒有儲開那個年代的這些figure 所以我就拿了一隻Diamond Select的隊長 放進去一起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2013年電影版的figure 放進去都好像幾適合 這套Payset是一個1975年的古董 大家可否想像到 當時的你如果在大大百貨公司 買到這個Payset 會有多麼興奮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LIKE 我是新仔